說到中華早上是發生幾乎三點七的地檔 最大的進度有兩件 這是自2011年以來中華最次有的地檔 有明天就提出資料警告 中華未來五十年以來 發生幾乎六點五以上的地檔 這機會受到三聲 好 現在就要加強自體的減減 民眾早上就上上班上課 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中華館齊五晚上九點二十分 發生幾乎三點七的地檔 靜雍在管戶塞兵四點四公里的所在 沉度六十一點九公里 中華市最大的進度兩件 有民眾等在睡 讓他得到精神 根據起上司的統計 對日空一年到達中華有十三百的地檔 這次的規模最大 第一次報道中心表示 這次是屬於第一座水大的應力歡迎 但是沒有看到以上 跟附近的中華 登山也沒有関連 也還需要資料來分析 不過中華官議員 王維達表示 經濟部第一調查和 控制管理中心不說過 中華登山上一次發生 幾乎六點五以上的地檔 到達已經一百七十六檔 未來五十檔 來發生六點五以上地檔的 紀律是三十趴 是細部的管治黨中最高的 尤其中華登山 任過人口 尤其中華登山的地方 包括管府 議會 及財財 和財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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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當地大上 必須要對 學生機關和維路建築 加強檢測 好比說彰化女中 中山國小 那甚至經過我們所在的 先政府 縣議會 以及我們重大的 重要的醫療系統 包含張基 秀船 所以當這樣的斷層如果真的發生錯動的話 影響的人口跟這個相關建物也會非常的多 在斷層帶裡面 其實他透過建築的設計 結構的一個設計 事實上是可以強化整個 他的自證的能力 大概在這幾年裡面針對公共有建築物 在耐震的出品 或者是結果補強部分 都會特別去要求 中華官建設是強調 當時大上的政府機關 建築 都有做內進的補強 因為建築安全的檢查 可以混做內進快胎 粗平 雙平 跟維路中建築的改端 離空在一年到達已經完成 一百五十二檔粗報的評供 不然他救了他提供進行 所企業的六站勞管 以上的集合式主體做台性 對提供的威嚇不像台語 會繼續做檢查 記者 中學報道 谢谢大家